今天的盤勢是標準的指數氣勢如紅 各股哀紅遍野 特別是中小型股 特別是航運股 這種行情應該怎麼辦 今天我來告訴你應該怎麼辦 大家好 我是林宇凱 今天其實滿多朋友都來求救的 主要是救誰呢 救救我的陽明 今天跳空大跌破底 對吧 救救萬海 救救咱們的長榮 哇塞 這個是無敵洞啊 好不好 那今天通通都是 雖然說有下影線拉起來了 可是就形態上而言 我相信你都看得懂 這叫做跳空破底的格局 原則上這個空頭的態勢 已經有點斬肉無遺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做一件事情 叫老歌新唱 好 嗨嗨零星又來了啦 人說這行情 嗨嗨嗨我們路好走 為什麼說老歌新唱呢 因為兩個禮拜前 我就為你獻唱過這一首了 好嗎 6月24號 剛好我們接到的還是這一句 偏偏我們愛的是白人 你愛的是航運 我愛的是別人 那你想想看 兩個禮拜過去了 現在你跟我的命運 是不是有了顯著的不同 我們聚焦在 跟著台積走 獲利自然有 你聚焦的是在 這個地方 好不好 完全是天堂與地獄 那兩個禮拜前 為什麼要唱這首歌 其實原則上 我的看法跟兩週之前 沒有太大的出入 兩週以前是因為 兩大利多都刺激不了股價 6月24號這一天有這個 大航商 歐美縣運價要漲價 還有 加薩戰爭擴大 加深區域衝突的擔憂 這兩個最主要最主要的利多 都刺激不了股價 來 就在這個地方 都刺激不了股價 那請問你 還有什麼刺激得了股價 當下你就要感覺有一點點問題了 今天的狀況其實也差不多 來 我們看一下SCFI 有沒有看到 我們看紅色這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集起直追啊 集起直追啊 SCFI運價的指數啊 已經快要追過疫情了耶 有沒有發現 已經快追過疫情了耶 那時候我們講說 你要這個什麼 航運股重返榮耀 至少運價先回歸到 這個疫情此期的水準嘛 現在好像有這樣的態勢 問題是 幫幫 這個叫什麼 利多不漲 對不對 我應該講啦 兩個禮拜前 頂多叫做利多不漲 現在叫做是利多大跌破跌 那現在問題來了 手中有航運股的朋友 你又不想換股的 你就自己小心吧 好不好 真的提醒各位 那願意換股的 直接來找我 好不好 你願意換股的 直接來找我 現在要追你的績效 必須要快很準 所以我會第一時間 帶你到最正確的方向 要快速將你的財務缺口補起來 所以有句話真的要再度提醒大家 大家都知道呢 豬在風口也會飛 可是只有我知道 出風口在哪裡 現在的風向球 很明顯不在航運股身上 那每次當我知道市場的風向球在什麼地方 我也會第一時間跟大家做分享 而且都是領先預告的 其實早在六月初 我就跟你講了 來你看一下 這是我們六月五號的節目 你挑台積電相關的 就不太會錯了嘛 跟著台積走 獲利 自然有嘛 而且我也是第一個 敢在台積電 剛剛大跌破底完之後 喊出千元在望 台積電股價至少千元的分音師 現在多少了 1050了 親愛的 1050了 既然出風口 仍然在這個地方 你當然還是要往這個地方走 至少在7月18號 台積電的法說會之前 都是如此 那我們先從台積電看起 上個禮拜有提醒過大家 現階段台積電上了千元之後 一次跳價 等於說它的一檔 一個Tick 是五塊錢 是五塊錢 以台積電的權重來算 台積電跳一檔 對台積電的影響 就是40多點 就是40多點 所以你會感覺到 現階段的 台積的震盪幅度非常大 因為台積電 一塊 兩塊 一塊 兩塊這樣的震盪 就是40幾點 80幾點 120點這樣子的幅度 所以現階段台積震盪幅度 很大這個原因 所以今天台積電的點數 來 我們看一下 今天台積電漲30元 30元38 至少有240點以上 都是台積電的貢獻 然後今天中場 台積漲了321點 其中在250點 都是台積電的貢獻 對吧 接著才是紅海跟聯發科 還有我們獨家都有掌握到 營收資訊的台達電 今天也大賬創新高 紅海集團等一下 我們會講到 我們先把台積電講完 我們再提醒一次 7月18號 台積電法術會 兩大重點 首先呢 2奈米的進度和需求 能不能夠如預期的 在2025年進入量產 需求是重點 可是供給才是關鍵 好吧 記得喔 需求是重點 可是供給才是關鍵 之前我已經講過了 現階段 AI世代 這個先進製程的世代 需求基本上不用擔心 大家搶產能 就是搶到爆 搶產能這件事情 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 加價強都行 可是如果你沒有東西賣 你無法量產啊 你沒東西賣 你就不用賺啊 對吧 所以如果2025年量產 這件事情 有一些疑慮 明年EPS 也會有一些疑慮了 好不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呢 資本支出 現在你都敢喊的 這個產能滿到2026了 會不會去擴大資本支出 這絕對是重中之重 也是近期 這些設備廠 紛紛上漲的原因 我老實說 我原本不是跟你說 你不用去聽什麼 高盛 瑞銀 講到資本支出 360億到370億 這種超級樂觀的目標 原先 原先我是說 只要資本支出 有達到360億 也就是說這個預期的上緣 350 360 其實就算非常好了 可是現在 你要開始注意了 因為現階段的設備廠 都已經在做提早反映 這件事情 我們快速看幾檔 來 你看一下 君豪也好 你不要看今天走勢 你看整個這個架構 萬潤 其實通通在創歷史新高 通通都在創歷史新高 紅色可以漲到1600塊 對吧 我們的中沙373 市場情緒都已經上來了 這樣我不是說過嗎 當初跟你講33來遲 100多 200多跟你喊300塊 後來上修目標價330元 330元到了 到了之後又漲到373 基本面行情反映到330元 後面的43塊反映的是市場情緒 還有包含加登 其實通通都在創歷史新高 所以這就代表什麼 法說會前已經開始做先行的利多反應 因此法說會後 你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個 萬一資本支出沒有這麼高 會不會產生失望性的賣壓 再來就是如果只是剛剛好符合預期 現階段的預期你要抓350到360億 如果只是剛剛好符合預期 算不算是利多出境 這個就要注意了 但是你不用擔心 你只要把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的這個地方 LINE都加起來 追蹤好 獲利的機會 風險的考量 如何趨吉避凶 我都會第一時間提醒你 等等下半段回來 我們就來看 食物品的操作 休息一下 昨天晚上的發文 有提醒大家幾個重點 來看一下 來這邊 只要你有加我的LINE 你會發現 每個禮拜天 你都會收到這個 未來一週台股的新勢力 週一幹嘛 週二幹嘛 週三幹嘛 週四幹嘛 週五幹嘛 每週每一天 有哪些重點大事 包含哪些公司要法說會 聯準會主席鮑爾 要去哪裡講話 我都會幫大家整理出來 只要加入LINE 這個資訊 每週你都會收得到 好 同時幫你來做個解析 未來一週會由聯準會主席鮑爾來牽動盘事 另外大力光的法說會能否釋放出更多與蘋果相關的利多消息 值得留意 如果大力光能借此工上並占穩3000 平蓋股的底氣門就有了 昨天晚上發生聽大家這件事情 結果 法說還沒來 大力光先衝3000 今天衝到3110元 收在3030元 衝過去了 當然這個一方面反映了蘋果的強勢 蘋果我們來看一下股價 有沒有 哇 最近這件很強嘛 對 這個是蘋果 Apple的股價 好不好 那也是說市場上對於它心機上是所給予的樂觀期望 所以我們手中這一檔 大力光我們是沒有啦 我們有的是什麼 大力光的策略夥伴 先進光 今天同樣是大漲 創新高的 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 從我們公開的買進 來6月15號 6月14號禮拜五 盤中11點33分 我說呢 我們買一檔叫做先肝為進 先肝為進 先進光 對吧 你都先喝光了 好 沒關係 因為當天我們就已經公開了 好不好 先進光 有沒有亮燈漲停 6月14號的節目 先進光 先進光 一買就漲停 一買就漲停 好 當時的股價在哪裡 大概大概23多到255 今天多少了 今天一轉眼 285了 大概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也可以賺個約兩支漲停左右 可是 還沒結束 我就說了 你看一下先進光的走勢 錢高還沒過 對吧 你只要把極檔瓶蓋光學股這麼一比較 來 玉金光在哪裡 高高在上 你會發現 先進光有高嗎 其實先進光的位置還算很低很低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蘋果的融光到最後會到什麼地方 蘋果融光最後回歸到誰身上 仍然是台積電 為什麼呢 來 首先第一個 不論是輝打或者是蘋果 現在都要靠台積電嘛 台積電前五大客戶 其中蘋果 占台積電整體的營收比重就高達25個百分點 所以這一次市場預估銷售新的iPhone可以上看九千萬支支一億支 最大受惠者還是台積電啊 仍然是台積電啊 對吧 所以那就很尷尬了 對不對 就這邊呢 我們上半段跟這一段 你一下說要小心台積電概念股的力度出境 一下又說融光回歸到台積電 你到底要我怎麼做 所以現階段 注意聽囉 親愛的 注意聽 法說會前 台積電法說會前 請你留意調節的機會 法說會後 注意拉回的買點 但是 除非你認為你可以預知法說會的內容 否則我的建議就是這樣 法說會之前你可以做部分的獲利出場 但還是要留意部分在手中 進可攻退可守 可是你應該要怎麼出 哪些又應該出 這個操作面比較複雜 我來為各位做舉例說明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加減指數 來台穀很強嘛 對吧 24,000點 又創歷史新高了 非常非常強 他等於是沒有極限的 繼續刷新歷史新高 空手的嘔死你 做空的嘎死你 好 那再看 再看台積電 也是歷史新高 記得他大概的位置 右上角 右上角 絕對的右上角 對吧 那我們從位階來看 現在這些設備廠們 處於歷史高點的 有誰 其實當然非常多都已經創下歷史新高了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做分類 第一類 我要講的是誰 紅碩 有沒有 跟台積電一樣嘛 一路往上攻 高高在上的右上角 紅碩 星雲也是一樣嘛 對不對 高高在上的右上角 中砂 都是屢創新高 而且離前高 離前波高點 離前波高點 還非常非常遠的 因此這一類的股票 你的警覺心要比較高 你的警覺心要比較高 那第二一類呢 雖然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可是 它是剛剛才突破高點的 剛剛過高的 例如 萬潤 有沒有發現 萬潤是到上個禮拜五才創高的 沒錯吧 前高在這嘛 上週五才創新高 今天呢 續創新高 所以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萬潤的走勢相對強 雖然收黑黑 但是它是 漲的 它是漲的 對吧 萬潤的買點 我們之前教過大家怎麼抓 來很簡單 拉一條線過來 這條線怎麼拉不太過來 對不對 拉一條線過來 然後創高拉回 這個買點漂不漂亮 這需要你買哪 噴上去 來 你可以買在這邊 240多塊 拉完直接噴到350塊 100元的價差 一張算10萬 10張呢 幾百萬啊 好不好 所以你看 剛剛過高 這個股價 就相對的會安全一點 也是相對的有空間一些 第二檔 假登 有沒有發現 拉條線過來 它也是剛剛過高 對吧 也是剛剛才過高 沒有錯吧 所以這種股票 因為它的位階低了一些 所以安全性就會強一些 好 那我話講到這邊 有這個舉一反三能力的 應該知道 第三類會是誰的 第三類會是誰 也就是呢 雖然也同樣的 創下歷史新高 可是低價的股票 低價的股票 剛剛你講萬潤 對不對 講這個加登 他們叫做相對的低位基 可是第三類呢 叫做低價 比如說 均豪啊 均豪啊 對吧 均豪我們到今天 獲利多多少少了 來早上9點10分 均豪再度大漲 再創新高 獲利超過9成了 到今天獲利都超過9成了 那你會想 為什麼 現在 還有台積電設備廠 可以賺這麼多的 很簡單 因為6月初的時候 你只要把握這個位置 會賺不多嗎 當時第一個位階 夠不夠低 沒漲嘛 錢高沒過嘛 而且呢 當時的他才60塊 有沒有紅利 來6月3號 來再講一次 他不是楊懷明 他是謝君豪 好不好 我們買的是君豪 當天節目 6月3號的節目 都跟你做揭曉了 對不對 5443的君豪 清楚了吧 夠清楚了吧 很大喔 很大囉 好不好 當天我來告訴你 沒有漲停板 可是不用擔心 後面他會補還我的 對吧 6月3號 當時多少錢 來 價錢我們放大看 60塊半 60塊半 現在的到今天 116了 116了 你只要在6月初的時候 把握這個 低位階 低價位 這個非常簡單的紅利 續爆到現在 90塊就賺到了 如此而已 重點是 你要能夠知道 出風口在哪裡 對吧 豬在風口也會非 人人都知道的道理 所以他們很容易 看漲說漲 看跌說跌 今天擦身擦凡 在講誰 一股腦就去追誰 如果你能夠領先一步呢 如果你能夠事先知道 出風口在哪裡呢 你能夠知道這個風會吹多遠 吹多強呢 今天我是不是截然不同 所以 不僅僅是均航 雷科 有沒有發現 今天有一個比較深度的殺回的一個動作 是不是要擔心 好像就還好了 一來 請問你股價多少錢 77元 股價還是低 二來呢 位階也低嘛 剛剛過前高 馬上被打回來嘛 位階也低嘛 而且現在離台積電法說會還有10天 像這一檔我就認為說短線也好 長線也好 都是有機會的 那第四類 應該大家就有發現了 今天少數能夠收紅收漲 特別強的台積電相關類股 是誰 彩玉 欸 收紅創新高欸 精彩 欸 漲停之後再創高再創高 今天還漲了四個百分點欸 這就不是設備相關了 但是它有幾個優勢 根本就是還沒過高嘛 對吧 來 精彩過高了沒有 沒有啊 對不對 錢高在這啊 彩玉根本不用說啦 低到不行啊 沒錯吧 低到不行啊 還沒有過高 低個優勢 而且 這兩檔股票 直接是台積電集團成員 對吧 我不是你的供應鏈 我不是你的設備廠 可是我直接是台積電集團成員 這反而成為他們的優勢了 好嗎 彩玉跟精彩 今天反而發揮優勢 值得繼續注意一下 好 接著我們再看其他股票了 德維 今天同樣的 你不是說漲停打開就要買 怎麼震盪了很多天 今天呢 盤中一度還差點殺到跌停板 親愛的我告訴你 今天你不就看到 打到月線之後 買盤給它推升上來了嗎 這下影線難道是假的嗎 今天盤勢震盪 會跌比較多的中小型股 這個都不要太在意 這個叫做大環境使然 可是如果有這樣子的推升力道 你反而要特別留意 好 包含星際的部分 上週五漲停 今天竟然打到跌停 可是還好 這台股票我們跟各位報告過 隨時反轉 我們隨時獲利出場 好嗎 這張我們講得非常非常清楚喔 它的股性是噴一段盤整 噴一段盤整 一旦進入盤整 我們隨時獲利了結 連貌 上週五大漲今天一樣 打到跌停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好 這三個股票都殺得比較深 其實大方向仍然在 再次提醒各位 今天盤面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中小型股可以沒來由地跌 它可以沒來由地跌 可是它不見得是跌真的 像德偉我們剛剛看到 有下影線 買盤是支撐住的 星際我們提醒過 隨時匯出 那連貌的問題在哪裡 連貌問題我認為它是跌真的 因為上個禮拜五 它在大漲過後 盤後已經公告營收了 確實表現不錯 您真的表現非常好 可是今天開盤有沒有反應 是沒有的喔 不論說是今天盤面使然 或者是任何原因 今天開盤已經先大跌 超過五個百分點 所以既然利多沒有反應 我們先行做獲利出場了 雖然這個大賺變小賺 對我們的團隊成員 是有點抱歉 可是沒有關係 重點是什麼 重點要安全 我們寧可大賺變小賺 也要先出場 不要去賭後續的行情 安全永遠是回家唯一的路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些 happy的東西了 好 今天有沒有漲停的股票 有的 今天健翰 盤中直接拉高 亮燈漲停板 它有什麼優勢 先看嘛 首先第一個 隨便切個月K 你都知道 這個叫做位階低到不行 對吧 你看到這樣子覺得沒什麼 你看到這樣子之後 你就知道這個叫位階低到不行 之前我們一直講說 它有所謂核彈級的利多 只是有時候 我們不能隨便亂寫的 我簡單講了 檯面上你或許看不出來 可是其實健翰它有間接受惠到揮答訂單 健翰有間接受惠到揮答訂單 我嚴禁於此 好不好 可是你可以看 就像訊星 這一波為什麼忽然擊打大掌 175掌到289 我有沒有事先提醒你 6月12號 來看一下 起掌之前 沒有過高 6月12號起掌之前 好巧不巧 我就在這一天提醒你的 核彈級利多 胃包彈利多噴啊 話才講完 對不對 隔天開噴 我有沒有第一時間起掌點之前 告訴你 好不好 這個就是我的掌握度 那健翰 現在很有可能叫做是 第一波拉回之後 第二波的啟動 所以它也成為我們今天唯一一檔 亮燈漲停版的股票 好 1234567891011 今天是7月份的第12檔 亮燈漲停的股票 可是這時候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疑問了 對吧 因為今天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檔 節目也追蹤很久的股票非常強 耀滑 今天亮燈漲停 而且是一架鎖到尾的 節目上非常過非常非常多次 而且營收是不斷預測成功 為什麼它不能算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的一般會員已經賣出了 因為持股的調整 簡單講就是為了要買新的股票 所以我們把耀滑獲益出場 不過仍然是有其他會員持有衷 其他會員是持有衷的 可是既然我們已經有部分會員去做賣出 我也不要讓大家不愉快 我寧可不要記入這一檔股票 其實你認識我久了就知道 我不會去什麼亂蹭 其他分析師就不會這樣 我有講過 我以前懸骨比賽選過 全部都算它漲停 所以對於我們這個漲停板的記錄 我堅持三大原則 一定要有操作 一定要有公開分享過 而且一定要看到亮燈漲停 我們才能去記入所謂漲停運動吧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沒有什麼好蹭的 有爭議我寧可不要計算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相信 我們光是5月下旬 可以創造19支漲停 6月份40支漲停 7月至今的11支漲停 每一支公開分享 公開操作漲停板 都是真的 所以歡迎各位 如果你對我們操作有興趣 可以透過我們的LINE 小小組W16888 任何問題線上詢問 明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下午 今天早上 有了 對 來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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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